看新闻 平时是品味加州生活 大家好 欢迎收看加州视频节目 我是主持人高瑞 今天我们首先来谈一谈加州州长纽森所做的一些决定 改变了人们对他的刻板印象 他最近做出的一些决定 充分体现了他的远见和领导力 一是8月22日 纽森否决了在加州大都市设立安全注射毒品站的提案 SB547 他解释说 若在加州都市区 如洛杉矶 奥克兰或旧金山 为那些使用鸦片类药物的人设立这类毒品的安全注射站 将会引发太多的不可控后果 纽3020年 仅旧金山死于鸦片类毒品吸食过量的人 就超过了700人 远多于该市当年死于新冠肺炎的人 而且纽约市已在全美率先设立了防止鸦片类毒品意外过量的安全站 让那些有需要的人在专业人士的监护下 毫无罪恶感地使用这些毒品 自去年12月开张以后 纽约的安全站已累积了超过150起防止鸦片类毒品意外注射过量死亡的病例 有媒体分析说 纽森顶着压力否决了SB547提案 是因为他很有可能参加竞选下一届的美国总统 也正因为如此 他正越来越受到全美的关注 这也正是他改变了自己对这一提案最初想法的原因 其二 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8月25日通过了一项法令 从2035年开始禁售汽油动力的新车 2020年 纽森颁布了一项行政命令 计划在2035年前逐步淘汰汽油动力车的销售 25日 该委员会的表决预示着 加州将脚踏实地地朝自己目标迈进 目前 全国有16个州计划跟随加州的脚步 而全球也在加速过渡到电动车时代的进程 纽森力推电动车的销售展现了他的领导力 这正是美国总统参选人所应具备的条件 谈到纽森竞选总统 人们普遍认为他的对手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2024年共和党总统热门人选德桑蒂斯 这位把佛州治理得很好的州长 最近没有什么值得全美关注的新闻 最新的消息是 他将来加州为竞选总统募款了 德桑蒂斯从不吝啬抨击他的假想敌纽森 指责纽森在遏制犯罪处理流浪汉危机 以及在应对新冠疫情政治方面令人失望 导致加州出现了居民的逃离潮 他用这些抨击作为自己的筹码 准备来加州捞起选票 据媒体透露 德桑蒂斯将于9月来加州城县的新港滩 在伊万富翁斯迪恩斯的豪宅举办筹款活动 据称一对夫妇的门票竟高达两万五千元 接下来我们谈谈加州妇女 对加州住房高成本的体验和苦衷 凡是加州居民 很少人能够免除高住房成本之苦 根据最新公布的一份题为 加州的性别与住房的调查报告 加州的住房负担沉重地压到了妇女的肩上 特别是那些有色族裔的女性 单亲妈妈以及年长的女性 这份八月出炉的调查报告指出 加州有大约一千多万成年人 居住的不是可负担住房 举例说 现在要在加州住房市上 租一间一居式的公益房 住房人的年薪要达到五万八千元 换身成十薪的话 也就是每小时二十八元 而且还必须是全职员工才能负担得起 2022年4月 加州独立家庭住房的中位价 已经达到了88万4890元 在如此高的住房成本下 加州的女性及其家庭的居住状况如何呢 加州众议会住房与社会发展委员会 前不久 则成性别平等政策研究院 就加州女性的住房状况进行了一次调查 还特别就加州住房危机 对女性的影响做了分析 调查人员发表的报告解释 在加州有超过52%的房客所付的房租 超过了他们收入的30% 这些房客被称之为有房租负担的居民 另外有超过26%的房客 所付的房租超过了他们收入的50% 这个群体被称之为有沉重房租负担的居民 根据这份调查报告 加州有49%的女性是有租房负担的居民 相对而言 有租房负担的居民中 男性仅有43% 而有25%的女性是有沉重租房负担的居民 这份报告指出 相对来说 受住房危机影响大的是那些有色族裔的女性 如59%的非裔女性是有房租负担的居民 其中33%的女性是有沉重房租负担的居民 总体而言 66%的单身女性属于有租房负担的居民 这份报告还显示 有73%的单亲妈妈是有租房负担的居民 相对来说 仅有56%的单亲爸爸是有租房负担的居民 在加州的23万2000名无房居民中 44%是女性 该报告还指出 非裔、西裔、印第安女性、单亲母亲以及年长者 很容易成为有租房负担的居民 或有沉重租房负担的居民 这份报告没有提及加州住房危机对亚裔女性的冲击 但根据经验 亚裔女性虽然也属有色族裔 但她们的整体住房状况要优于其他有色族裔女性的住房状况 不容忽视的是 所谓亚裔是许多族裔的统称 其中各族裔的状况有明显不同 如印裔、华裔的经济状况 一般好于其他亚裔的经济状况 最后我们来谈谈猪肉可能会涨价的问题 加州有3900多万人 猪肉消费占全美的13% 可加州出产的猪肉还满足不了本地居民的1% 所以只能从其他州购买 可是加州选民2018年通过了12号法案 即农场动物圈养倡议法 不允许不合加州法规的猪肉在加州销售 这样一来 加州的猪肉就要涨价 加州之外的肉伤也可能会失去加州的市场 这一问题要如何解决呢 就看联邦最高法院10月份将如何裁决了 好在加州并没有完全实施这一法律 加州的法官叫停了这一法律的实施 而且联邦最高法院很快也会就这一州法举行听论会 因为全美猪肉加工团体反对加州的这一法律 因其法规妨碍了全美猪肉业的发展 并要求加州以外的生产商 承担加州新法所产生的成本 按照加州的法律规定 加州禁止出售怀宰的猪肉 除非怀孕的母猪能够生活在至少24平方英尺的空间内 全美猪肉厂商委员会与全美农业局联合会 为了阻挡加州12号法案的实施 曾将加州政府告到了第九巡回法院 但裁决结果对猪肉业团体不利 为此他们再告到联邦最高法院 目前支持和反对12号法案的人都在等待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 如果联邦最高法院判定加州的12号法案违宪 加州将无法实施这一法案 那些在加州以外的猪肉商家就可以像往常一样 把那些怀了孕的母猪关在无法转身的猪肉保护箱中 12号法案还涉及到了母鸡和小牛的饲养 这些不涉及猪仔的规定均可以执行 如果按照加州的法律 饲养猪仔的农场要为他们拓宽场地 取消母猪的保护箱 这样一来猪肉的成本就会增加 价格自然而然会成倍增长 据一位代表猪肉生产方的律师估计 若全面按照加州的要求办事 加州的猪肉价格就会上涨每磅15元到20元 在通货膨胀物价飙涨的今天 猪肉的价格如果继续增长 肯定会严重影响到民众的生活 特别是加州华人的生活 好了今天的话题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这档节目的朋友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和转发 您的支持是我们这档节目坚持下去的动力 如果您有什么高见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期留言 加州视频节目每周推出一期 欢迎届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